現在我們要組裝一個正確的方式 這個搖座它可以活動 我們搖座的話用到上方 然後用這個本體 這裡有一個主軸 主軸是一個勾風 勾住這個搖座 像這樣 直接勾進去 我們測試的話用這裡 看搖座會不會動 這樣的話是正確的 然後插膠直接插入 這樣就是正確的組裝方式 我們現在組裝的是一個錯誤 錯誤組裝的方式 我們這個主軸 假設沒有勾到這個搖座的話 像這樣 直接組裝這個搖座沒有勾到 直接組裝的話 我們看這裡 這樣會搖動搖擺 搖擺的話我們在測試的時候 然後我們這個主軸 上層伸出來的時候就會壞掉 這一個是錯誤方式 錯誤組裝方法 好的 好